主席還有我們政府部門的負責官員 還有今天來參加公聽會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學者專家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這邊發表我的想法 那我也跟主席致謝 因為我等一下兩點三點半在財政委會還要處理財政收支劃分法 所以借用這個時間優先佔了一點時間來發言 我從以前在法律系在法醫所學習的時候 就知道婚姻是為了要贏兩人永久的共同生活為目的 然後這中間包括各種精神上物質上的相互扶持 所以如果就這一個最主要的觀點來看 世界各國也很多的先例 他是同意兩個人同性也可以贏永久共同生活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在我的想在我的心裡面 這是一個人權的基本保障 人生當然是希望能夠追求幸福快樂跟圓滿 有什麼樣子的權利 什麼樣的制度可以去剝奪人追求這樣的幸福快樂美滿 圓滿這樣子的人生的這個權利呢 有什麼樣子的價值可以去阻擋這樣子的內容來去追求呢 所以同性的這個婚姻它其實是一種人權保障的高度體現 那我也相信台灣社會經過這樣子的教育 這麼久的這個教育 這觀念這樣資訊這樣發達 如果把這個理念闡述出來 絕大多數的人是會同意的 大家回想看看 我們不能夠用傳統刻 這種傳統刻板的印象來講這個婚姻 以前講說婚姻也要繁衍後代 但是你想想看 也有異性夫妻結婚他之後 他沒有後代的很多 那些都可以用收養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讓他圓滿 那也有人會講說 這樣子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宗教啊什麼道德上的問題 那是因為刻板印象 才會給人家家喻這樣子的一個污名化 兩個人天生自然非常高興很高興的在一起 希望能夠永久的共同家庭生活 我們不論他是什麼性別 讓他們能夠結合 這個對社會基本上根本就不造成任何的妨害 那如果大家都站在這樣保護人權的觀念 讓這樣子的觀念能夠在這個社會上能夠圓滿的時候 其實什麼樣的人要來結成這個婚姻關係 根本就不勞大家這樣子大費周章 那當然今天我也很感動 有這個勇氣站出來 來這個 無論是剛剛兩位先生說法 或三位先生說法的人 他們有這個勇氣站出來 這很不容易 應該要鼓勵啊 因為還有很多人暗夜躲在背後 不敢受不了社會或是家庭的壓力 不敢出來表達他們自己 那這個其實這種壓抑就是一種人權的侵害 我們應該讓台灣的社會 能夠更加的進步更加的成熟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要追求他的幸福快樂 我們都不應該用任何野蠻的方式加以阻擋 加以攔阻 這才是一個成熟社會所該有的表現 所以我也很榮幸 在油美女委員主動發起 然後幾位委員的連署當中 我也可以作為提案委員 我們認為婚姻制度在現行的民法應該修改 他應該是兩個人要為 以這個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就應該可以締結婚姻 不需要強調這個性別 那這個只是一個開端 因為將來在很多的法律領域裡面 就像剛剛大律師所講的 關於婚姻的制度所影響的法律層面非常的廣 這個是從這部打開之後應該要包裹式的意義來檢視 在這個跟這個抵觸的地方 大家應該一併考慮來給予修正 那以上是小弟個人的看法 我基於人權保障的觀念 堅決主張應該讓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 謝謝